往下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本章的最后一节 首次接受委托时对期出余额的审计 这个我们主要是在首次接受委托时才会去关注 因为在连续审计当中 比如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是由我们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 2022年度财务报表仍旧由本事务所继续审计 这种情况下2021年末的期末余额 其实往往就是22年初的期出余额 那除了有一些特别调整之外 那我们原则上就可以予以认定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对期出余额有那么大的质疑 但如果我们现在是首次接受委托 那以往情况不知道期出余额有没有错报 就有可能会对本期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对期出余额进行审计 主要就是为了考虑期出余额对本期审计的影响 比如说这期出余额存在错报 那可能延续到本期 本期期末余额也有错报 另外期出余额如果有错报 期末余额没有错报 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认为影响财务报告使用者去理解财务报告 因此因为可比性也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那我们对期出余额的考虑主要就是因为 现在我们是要求在财务报表当中包括期出余额和上年累计发生额的 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有期出余额 在利润表中有上年累计发生额 是因为你只看一期的数据 可能很难对报表做出恰当的决策 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现一个公司在2022年末的资产总额是5000万 那你说这公司发展的是好还是不好啊 很难说 如果我们看期出余额却发现 说该公司在2022年初 它的期出余额是三个月 到了2022年末缩水到只剩下5000万了 往往就代表这公司遇到了一些重大变故 可能经营不善 甚至未来持续经营能力都受到影响 那如果你发现这个被审计单位2022年初 期出余额只有总资产3000万 到了2022年末却变成了5000万 证明它实现了一个高速发展 那在经营当中呢 扩大生产扩大规模 被市场所接受才发生这样的情形 那在未来可能更加看好这个公司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期出余额和期末余额联系起来的分析 能更好的给报告使用者提供有价值的数据 所以本身啊期出余额就是包含在财务报表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会考虑它对本期审计的影响 好那我们来看期出余额的含义 期出余额是期出已存在的账户余额 期出余额反映以前期间的交易和事项 以及上期采用的会计政策的结果 还有期出余额与注册会计师首次审计业务相联系 因为如果是保持业务连续进行审计的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很了解期出余额的情况 往往在审计中呢就没有必要去专门对期出余额 再实施哪些审计程序了 而如果是首次接受委托 不管以前是经过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还是以前干脆就未经审计的 那我们要考虑期出余额可能存在的情况 对本期审计所带来的影响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期出余额的审计目标 在执行首次审计业务时 注册会计师针对期出余额的目标是确定 期出余额是否含有对本期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 所以它是立足于本期去考虑问题的 期出余额反映的恰当的会计政策 是否在本期财务报表中得到一贯运用 或会计政策的变更 是否以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做出恰当的会计处理和适当的列报 所以主要考虑的都是期出余额对本期有重大影响的错报 期出余额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在本期有没有一贯运用 如果有变更 必须是符合适当的具体环境 或者被审计单位的业务变化情况 如果说相对比较稳定 不能随意变更会计政策 好 第三是审计程序 审计程序这个部分 是我们在备考当中相对比较重要的 我们要关注针对期出余额 是否是获取了充分适当证据 那我们在工作中第一步做什么 你到了一个备审计单位 你会先说 说你把你上年的报表给我看一看 所以为了达到期出余额的审计目标 注册会计师应当阅读 被审计单位最近期间的财务报表和相关披露 以及前任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如有 获取与期出余额相关的信息 好 那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 我们有些被审计单位 以前是经过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 并出具报告的 有的话我们就看这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当然还有的被审计单位 因为没有硬性要求他去做年度审计工作 所以前期呢是没有进行年度审计 都是做的自行披露 只不过现在可能该公司在未来 有相应的融资安排 才需要做年度审计 那他请我们会计师来做审计 你却发现以往期间都没有经过前任审 这报表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可靠 你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考虑这期出余额是否有对本期筑纳影响的挫报 好 那在工作当中 你对期出余额所执行的工作 肯定跟本期期末余额执行工作的程度不一样 毕竟我们接受委托啊 主要就是来审计本期报表 所以针对的是本期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针对的是本期的期末余额和最终的本期发生额 好那对期出余额呢 主要就是考虑对本期别有重大影响就行 所以对于期出余额涉及到的一些重要的报表项目 我们可能会执行一系列的审计程序 好 那我们到底考虑什么呢 这考虑因素啊 可以适当的注意客观题 被审计单位运用的会计政策 我们要求这个会计政策一旦做出应当具有一贯性 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不管是从外界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以及说我们被审计单位的经营业务 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呢 往往会计政策不能随意变更 如果是有重大变化 才可以做出符合变化的变更 所以要考虑是否一贯有无变更 接下来账户余额各类交易和披露的性质 以及本期财务报表存在的重大挫暴风险 那在这个环境下 我们说的是风险越高做的就越多 因为风险高的容易出错的 我们会多审 风险低的我们就会少审 本来也是这样一个思路 但是在期出余额中 我们跟本期这个工作比起来 肯定要做的更少 所以也是看风险 风险高多做一点 期出余额相对于本期财务报表的重要程度 越重要做的越多 像我们在工作中啊 可能会更多的考虑 它的一些主要报表项目 像我们说 占到资产一定比例的这种应收账款 对于我们的存货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等项目啊 往往都会去看一看 期出余额的相关情况 当然还有可能会存在一些 期出余额比较小 风险又比较低的事项 那在本期的工作中呢 你就可以少做一点 甚至不太关注 就越重要做的越多 上期财务报表是否经过审计 如经过审计 那我们要做什么 与前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前任注册会计师的意见 是否为非无保留意见 跟第14章链接到一块 如果说未经审计 未保安全 本期要审 审的不是上期财务报表 审的是本期的期出余额 好 那接着如果已审 这个已审的话 我们要按照前后任注册会计师 沟通的要求 来去进行相关的沟通 如果前任注册会计师的意见 是非无保留意见 你要考虑 这件事情是否在本期得到延续 对本期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 考虑对本期的影响 第二是期出余额 应当实施的审计程序 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第三项 我们扩展出来的一项 或多项审计程序 都需要各位同学重点把握 主关题的小问中有可能会涉及到 好 那么我们现在啊 一个期出余额 第一件事 你要看的是什么 就是上期期末是如何截转到本期期出的 原则上如果没有相应的一些差错更正等问题的话 上期期末你就可以正常的截转到本期期出 它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上期期末截转到本期 它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截转的对不对 有没有重新表述的情况 确定上期期末余额是否已正确截转至本期 或在适当的情况下已做出重新表述 通常截转至本期 特殊 前期差错更正 确定更正情况等等 好 下一步 那你就要看一看 我们在期出余额 涉及到的运用的会计政策 在本期呢 是不是具有一贯性 因为如果说不具有一贯性 确实做了重大变化 一呢 我们要确定它的变动是否是恰当的 第二呢 我们还要考虑一个点 就是如果变动恰当 这期出余额啊 跟期末余额的可比性呢 就会变差 甚至说不具有可比性 那在报表辅助当中 可能需要对变更的会计政策 做出恰当的披露 如果没有恰当披露呢 也可能成为错报 好 第三就是实施一项或多项审计程序 这一项或多项程序都包括什么呢 首先 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底稿 这个我们就结合第十四章第二节的具体内容 来进行判断 因为我们讲到啊 在接受委托以后 后任注册会计师 可以根据需要来决定是否 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底稿 在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工作底稿上呢 主要看的就是那些审计计划控制测试 还有一些就是重大的能够延续到本期的变动不大的那种实质性程序的工作底稿 根据需要去看 那具体规定在我们第十四章呢 已经给各位同学讲清楚了 第二是评价本期实施的审计程序 是否提供了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证据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是首次接受委托 那首次接受委托你看到被审计单位 他有这样的一些存货和固定资产 被审计单位在本期对存货进行了倾销处理 你发现期出余额上呢 确实也体现了该存货在期出余额上有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的计题 其实就是上期期末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本期呢在销售当中进行了相应的倾销处理 而我们在本期的审计中呢 就会获取有关期出余额的一些证据 通过本期倾销的情况 你就可以确定上期期末 他具体的跌价是否是恰当的 那就是通过本期工作 对期出余额提供相应证据的一些情形 还有针对期出余额的其他专门程序 我们先来看查阅前任的工作底稿 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底稿 考虑前任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 还有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时的考虑 其中我们在第14章所讲到的内容啊 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如果后任注册会计师认为有必要 可以自主决定要不要去查阅前任工作底稿 他决定要查呢 是需要被审计单位的书面同意 将来能够看到哪些呢 是由前任注册会计师自主决定 但如果利用了前任注册会计师工作的话 他也不减轻后任注册会计师对本期财务报表 审计的责任 所以如果你决定用前任的工作 你必须要自己对前任工作有一个恰当的评价 认为可以用才能用 如果说你觉得不太靠谱 那你就在本期自己去实施审计程序 不要去利用前任工作了 那我们自己工作上说审计的一个基础 应该有什么呢 注册会计师要有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 那同样你要用前任的工作 前任也需要有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 我们跟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时的考虑 那我们就是从沟通中获取的相关信息 那也是考虑能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第二针对期出余额的其他专门程序 对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可以通过本期实施的审计程序 获取部分审计证据 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呢是本期应收账款的收回 或应付账款的支付 比如说我们发现被审计单位应收账款 他的期出余额是300万 在本期已经全部收回 你看啊 我们能够证明他本期收回 取得相应的一些银行流水 验证资金到账的相关记录 有一些支持性的证据 是不是就能证明 被审计单位当时确实是拥有这样一项债权 否则的话不会有人给他打款的 那因此对应的像应收账款的存在认定 权利和义务认定 我们往往就可以加以确认 同时呢 因为这个款项顺利收回来了 我们还可以考虑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的计题 到底是否恰当 比如说针对他相应的坏账政策 按照账领分析法 记提了一个适当比例的坏账 虽然钱都收回来了 但我们认为出于谨慎性 它非常合理 我们也可以认可 期出余额记提的坏账是恰当的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一系列认定 提供相应的审计证据 也就是说我们针对这种应收账款应付账款 它的资金流动 能够为其在期出的存在权利义务 完整性准确性和计价分摊 提供部分审计证据 然而呢 我们还有存货 针对存货又是另外一种考虑 比如说啊 我们看到这个存货 它的期出余额呢 是500万元 期末余额呢 同样也是500万元 老师我的问题是 你觉得期出的500万存货 跟期末的500万存货 是不是同样的存货呢 往往不是 只要这个公司在正常生产经营 发生流动的话 那这个存货就会被卖掉再生产 再仓储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说备审计单位 期出账面的500万存货 全部都是A产品 因为呢 在今年对A产品进行了改良升级更新换代 所以它再生产出产品 就换了一个名 咱叫它B产品 你发现期出余额所体现的内容 全部都是A产品 那到期末余额所体现出来的 其实是B产品 虽然都是500万 但确实这个产品不再是同样的产品了 我们在审计中要求 除非存货对报表不重要 或者存货键盘不可行 应当在存货线盘场来进行键盘 如果说你在存货的现场去进行键盘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只能键盘 在键盘时点存在的存货情况 比如说我们是在23年的1月5号 实施了存货的键盘工作 那常规上我们是从22年12月31号 到23年1月5号的期间变动 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 推到22年12月31号 来验证了期末余额的相关情况 问题来了 你觉得我这样的一个工作 能足以给期出余额提供证据吗 往往就不够 这不够的话 我们就需要追加一定的工作 怎么去追加呢 就是从这个23年1月5号 键盘的结果 考虑本期的这种发生额 以及说本期减少的这个额 之后我们对应的推到期出上 检查一些支持性证据 来验证期出余额的情况 好 那我们验证期出余额的情况的话 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对其提供证据 好 那这个存货来讲 因为委托时间之后 注册会计师可能未能对上期期末存货 实施肩盘 这是一个现实情况啊 大多数我们承接业务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承接一个新公司的审计 2022年度审计 往往都是在2022年度的下半年 甚至是2023年初才承接的 就导致你没有办法对2022年的期出余额做监盘 那么本期对存货期末余额实施审计程序 几乎无法提供有关期出持有存货的审计证据 所以是有必要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因为这个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存在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它是一年内会发生相应流动 可能会有这种变现回收等相应的情况 那对应的 你要考虑本期实施的审计程序 能不能提供审计证据 像应收账款的收回这一块 那往往就能为期出余额提供部分证据 如果是本期期末的存货监盘 如果你不专门追加程序 往往是没有办法直接提供期出余额的相关证据 所以我们看一看它能否获取相应审计证据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为流动性强 所以本期实施的程序 有些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给期出余额提供证据的 好那针对存货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下列一项或多项审计程序 可以为期出余额提供充分适当证据 那这个可以为存货期出余额 虽然在教材中讲的是可以 但真正放到小案例题当中 你一定要看 我们考虑存货期出余额 你既要考虑它的价格 又要考虑它的数量 比如第一 监盘当前的存货数量并调节至期出存货数量 这个调节呢 我们就是检查期间的这种发生额获取支持性证据 调节到期出 因为你监盘当前存货 原则上我们常规程序只调节到期末 想确认期出还要调节到期出确认数量 好对期出存货项目的计价实施审计程序 那我们这个确定的是价格 还有对毛利和存货截止实施审计程序 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确定 在期出存货是否是得到恰当的一个确认 比如说我们是否恰当的截转了成本 会影响他的毛利 该截转没截转的话 成本和存货都可能存在错报 那这样存货的核算也会存在问题 存货截止同样掳势 就是看一看有没有为及时进行截转 或者说有一些存货收到了为及时路库 等一些不同的情形 好那这里我们要考虑的内容是什么 放到主观体里 你只看存货键盘 是否足以获取对期出余额充分适当的证据呢 往往是不够的 因为你只有数量没有价格不行 所以我们这里虽然叫可以 但是实际应用上 你必须要考虑价格和数量 对全方位信息 才算是能够得出结论 考的会更灵活 就需要大家去想一想 是不是能够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这样一个思路 好第二对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的审计程序 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检查 形成期出余额的会计记录和其他信息 获取审计证据 因为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甚至呢他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动 咱们就说首次接受委托 审计固定资产吧 审计固定资产的时候 针对他的这种像房屋啊 或者说车辆啊 等一些大额的资产 我们会需要验证该资产的所有权 以及该资产的存在 所以实际上啊 我们也会去做固定资产的键盘 以及检查固定资产 那相关全署证明的文件 比如房子 我们就会看不动产权登记 对于车辆 我们就会看车辆行驶的这样的一个行驶证 那对于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资产 比如像大型机械设备 我们可以看看购买记录保险单 还有发票等一些文件资料 好 其实啊 我首次承接业务时 在本期也会去做这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我做好了 是不是既证明了本期期末固定资产的存在 以及固定资产的所有权 同时我也能证明期出余额 所对应的固定资产的存在 和相应的所有权归属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检查形成期出余额的会计记录和其他信息 获取证据 甚至在实务当中 我们是同时验证了期出余额和期末余额的 在某些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还可以通过向第三方含证获取有关期出余额 如长期借款长期股权投资的提出余额的部分审计证据 当然这个并不是应当含证要求 认为有必要就含证 没必要就算了 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还可能需要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考察灵活在什么点呢 他会考察关于我们检查这些会计记录和其他信息上 是否能够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也就是说这些文件资料 它的证明力是否是足够 如果认为不够 往往还要结合其他的审计程序 好 那我们说到这来看一下 关于期出余额的审计程序 我们都提到了什么 这个部分非常之重要 还是提示各位同学关注主关题 来做一个汇总 首先我们在首次接受委托时 先要问一问 那你上期报表呢 拿过来给我看一看 所以应当阅读被审计单位 最近期间的财务报表和相关披露 以及前任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如有 接下来还是应当执行的审计程序 确定上期期末余额 是否已正确截转至本期 或在适当的情况下 以做出重新表述 那你先看看上期期末 有没有恰当截转到本期期出 然后看一看会计政策的选择运用 有没有变更是否是恰当的 确定期出余额是否反应 对恰当会计政策的运用 第三呢是实施一项或多项审计程序 这个部分的考察啊往往会更为灵活 查阅前任工作底稿这块呢 我们要考虑运用前任工作底稿是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 并不减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所以要考虑前任的这种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 与前任进行沟通 查阅工作底稿 最终决定是否利用 评价本期实施的审计程序 能否提供有关期出余额的证据 像本期的一些程序 如果能给期出余额同样提供证据 那我们就可以省点事了 对吧 像有些情况下 某些证据既对本期有作用 又对期出有作用 还有针对期出余额的其他专门程序 主要呢 就是区分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和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的相关内容 那我们要考虑 他这样的一个资产负债的性质 那考虑是否能够获取相应的审计证据 好 那我们来看主关题的小问 ABC会计师事务所首次接受委托 审计上市公司2018年度的报表 委派A担任项目合伙人 与首次承接审计业务相关的部分事项 如下 A注册会计师对2018年末的存货实施了 尖盘 将年末存货数量调节至七出存货数量 证明确了我们的一个存货数量 并抽样检查了2018年度存货数量的变动情况 据此就认可了存货的七出余额 其实啊 你就不用考虑七出余额审计 你就正常的一个期末余额审计 我们有类似的表述 看数量不够还得考虑价格 那同样在七出余额这儿 你还要考虑七出余额的计价测试才能够认可 七出余额不能只是数量对了就认可 答案自然就是不恰当 还应对七出余额的计价实施审计程序 好 第二 ABC会计师事务所首次接受委托审计价公司19年报表 还是A来担任项目合伙人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七出余额 A做错会计师检查了形成七出余额的会计记录 好 那我们这种长期的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我们检查形成七出余额的会计记录可能不仅是给七出余额提供证据 还能给七末余额也提供证据 同时还考虑了投资协议和被投资单位工商登记信息在内的相关支持性文件 你看有会计记录 有其他信息 这个其他信息是我们的一个支持性证据 相关支持性文件 尤其是有工商登记信息 这个信息的证明力往往比较强 因为是在我国的这种相应系统当中登记在册的 说结果满意 问你做法是否恰当 卢不恰当 简要说明理由 那这个做法当然就是恰当 因为你觉得他获取的证据支持性够不够了 证明力够不够强 证明力其实已经够强了 因为在这里他有期出余额 那他还有对应的会计记录和我们的支持性文件一对比 并且呢工商登记信息是证明力比较强的 我们觉得足够验证这件事了 答案就是恰当 就可以了 好 第四是关于审计结论和审计报告 这部分的同样是我们备考中的重要内容 特别去关注一下审计意见的判断 这个可能结合审计报告那一章在主关题当中考小问 需要各位同学来关注 好 那第一是审计后不能获取有关期处余额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既然是不能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就是审计受限 重大不广泛就保留意见 重大又广泛就无法表示意见 发表适合具体情况的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第二条呢我们考试当中一般不太直接涉及 只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表述 为了防止各位同学产生误解 我们在这里呢注意他的理解就可以 好那我们在审计当中给各位同学讲到 我们审计的对象是什么 这是远在第一章啊 我们就讲到的一个概念 审计对象其实是被审计单位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现金流量 但是呢我们审计对象的信息是什么 它是我们最终啊发表审计意见 针对的是财务报表对不对 所以审计对象信息是财务报表 好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说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对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如相关 发表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而对财务状况发表无保留意见 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一个审计报告 针对后付的财务报表只有一个审计意见 我们不存在对资产负债表发表无保留意见 而对利润表或现金流量表发表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在一个审计报告中两个审计意见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这个大家特别注意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讲 首先我们如果是针对被审计单位的这个存货好了 我们针对被审计单位的存货 好那针对这个存货来讲呢 我们期出余额 因为承接业务比较晚 没有办法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那你能不能确定他期末余额的情况 可以 为什么可以 你账面期末余额存货 你就写了一个800万 好吧 我就在12月31号到被审计单位的仓库里 就去看看有没有800万的存货呀 如果确实有800万的存货 我是不是可以验证 他的期末余额800万确实是真的 好我验证期末余额是真的了 我不知道期出余额这个情况 没有办法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那可能因此我的本期发生额这个内容 我也是没有办法直观去确认的 那我没有办法直观确认 他一年的累计发生额 那链接到我们的利润表上 比如说存货截转上 我们链接到成本这一块 那你一年截转的成本到底对不对呀 也是打一个问号无法确定的 那你看这是不是对经营成果现金流量 你可能有一定的疑虑 认为没办法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但是对于期末余额你是能够确认的 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针对我们的这个货币资金 期出的钱到底是多少 我没确认 但是呢到期末你说我有现金三万块钱 我到现场点一点 到12月30号一号一点 确实就是有三万块现金在那个保险柜里锁着呢 好货币资金中的现金期末余额我能确定 但期出余额我不好确定 那导致啊我们发表审计意见的时候 会在形成意见的基础部分对该事项进行说明 你就会说明因为某些情况导致对这个营业成本的累计发生额 没有办法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所以是一个保留意见 你看我们这个措辞以后是不是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是对经营成果有这样的一个无法获取充分适当证据的情况 但是对财务状况那默认就是予以认可了 那导致我们理解这个审计报告中的表述的时候 叫做对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发表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而财务状况无保留意见 但并不是一个审计报告两个意见 不是针对各个单一的财务报表单独发表意见 还是一个审计报告针对一套报表就一个意见 只是在具体的理解上而发生这样的区分罢了 第二期出余额存在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 这会我们是落实到错报上去了 那一旦我们发现错报我们会做什么 我们当然会联系被审计单位 要求被审计单位来予以更正 对于未更正错报呢 给他保留或者否定意见 所以如果期出余额存在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 应当告知管理层 当然了 其实我们也会跟管理层沟通 看看如何去调整 如果说上期财务报表已由前任注册会计时审计 我们在第14章第二节提到这样一个理念 叫提请管理层告知前任 必要的时候呢 去组织三方会谈 如果三方会谈解决不了 我们叫独善其身 考虑给他恰当的审计意见 以及是否能够继续进行审计业务 对吧 所以如果上期财务报表经由前任审计 批请管理层告知前任 好 如果错报的影响 未能得到正确的会计处理 和恰当的列报与披露 做错会计是要做什么 独善其身发表恰当意见 应当对财务报表 因为是重大错报 所以是发表保留或否定意见就可以了 好 第三 会计政策变更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会计政策不是不能变 是变得如果不恰当 那我们才会考虑影响审计意见 如果认为会计政策 未能在本期得到一贯运用 或者会计政策的变更 未能得到恰当的会计处理 或适当的列报与披露 那我们作为错报对待 所以是发表保留或否定意见 好 第四前任注册会计师对上期财务报表 发表了非无保留意见 那么在本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呢叫做与本期相关并重大 第二种叫做与本期既不相关也不重大 好 我们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 同样我们还是针对存货 注册会计师呢 在上期审计的时候 前任注册会计师因为存货存在问题 而发表了保留意见 这个保留意见 我们可能存在两种情况 因为保留可以是重大不广泛的错报 也可以是重大不广泛的受限 好 那这个保留意见当中 比如第一种情况是针对存货存在重大不广泛的错报 而前任要求被审计单位调整的时候 被审计单位没有恰当调整 那这个错报就延续下来了 你看啊 本期期初有错报 就算本期的发生额都对 他期末有没有错报 当然有错报了 期初余额加上本期增加减去本期减少 就是期末余额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期初余额错了 期末余额就随之错了 对不对 好 那你在本期发表审计意见的时候 要不要考虑 也要考虑 我们可能还是因此继续发表保留意见 好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审计受限 比如说前任注册会计时啊 在审计的时候 对存货呢 看是否应当具体减值准备有一定的疑虑 所以呢 就没有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给他发表了一个保留意见 而我们在本期审计当中就发现了 说这一批存货在本期已经销售掉了 我们知道他本期销售的状况 你说我们是不是能因此确定 他期初是不是有存货减值 那个报表中对应的处理到底对不对 我们就能确认了 等我们确认以后呢 发现说啊 上期呢 期末 他这个存货确实存在 他所体现的存货跌价的状况 因为在本期降价促销 我们有证据证明上期报表啊 当时受限的问题在本期已经解决了 如果在本期已经解决了 本期呢 我们又认为没有其他的特殊问题 请问你觉得我本期应当发表什么审计意见 我就可以发表一个无保留意见了吧 上期受限的问题在本期已经得到解决 那我就可以无保留了 好 所以这个我们并不是说前任注册会计时发表非无保留 那在本期审计中一定还是非无保留 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呢 与本期相关并重大 就是仍旧非无保留 如果与本期既不相关也不重大 可以无保留 好 如果前任注册会计时 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了非无保留意见 导致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事项 对本期财务报表仍然相关和重大 注册会计时应当对本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那第二是对本期既不相关也不重大的 导致前任注册会计时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可能与对本期财务报表发表的意见既不相关也不重大 则注册会计时在本期审计时无需因此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好 那我们这就是两块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单选题 这里有关期出余额审计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选项 如果上期财务报表已经前任注册会计时审计或未经审计 注册会计时可以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其他事项段去说明相关情况 这个内容有点超纲 我们将会在第19章对应数据的部分来详细的讲这个相应的内容 是在第19章第7节 我们在这做一个链接 我们讲到增加其他事项段针对的是什么 就是不在财务报表中去明确列报披露 但是呢 他又跟理解注册会计时工作 理解审计工作和这个审计责任相关的一些事 那我们就会用其他事项段来说明情况 因为这个上期报表已经前任审计或未经审计 根据具体情况呢 那我们需要考虑在审计报告中说明 这个并不是注册会计师在推托责任 咱们只是客观的表述一下 说是否已经前任审计 如果说已经审计的话 我们要在其他事项段提及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说明说 那我们是什么时候出的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的类型 已经审计等相关的表述 所以这里我们的要求啊 是对应数据 如果是已经审计 我们叫可以增加其他事项段 如果是未经审计 我们叫应当增加其他事项段 所以A错了 各位同学呢 先有一个印象 等19章我们还会详细讲 第二 如果不能针对期出余额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不能获取充分适当证据属于审计受限 应当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并不是应当保留 所以B错了 C如果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确定的 与期出余额相关的会计政策 未能在本期得到一贯运用 我们作为错报对待 那就是保留或否定意见 对了 D如果期出余额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的重大影响的错报 且该错报影响未能得到正确会计处理和恰当列报 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那这个我们作为错报对待 应当保留或否定不能是光保留 所以本到底答案就是C选项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多选题 下列有关首次审计业务的期出余额审计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选项 A如果前任注册会计师对上期财务报表 发表了非无保留意见 搜索会计师在评估本期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时 应当评价导致上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的影响 因为我们讲到了说我们在对期出余额执行工作的时候 如果上期非无保留 你要予以考虑 本期中呢要予以关注 对吧 那如果说未经审计那我们要安排相应的期出余额的审计工作 已经审计要跟前任注册会计师考虑沟通的问题 那接下来如果是非无保留意见 要在本期中呢予以考虑 所以A对了 B为确定期出余额是否含有对本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 搜索会计师应当确定期出余额的重要性水平 这个你从头到尾就没看到过这说法吧 原因就是期出余额是本期财务报表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适用于本期确定的重要性水平 你不需要为期出余额单独的去制定重要性 没有这个说法 B就排除了 C 前任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抵杠获取的信息 可能影响后任注册会计师对期出余额实施审计程序的范围 前任做的好 你可能利用前任工作 那你就少做点工作 前任做的不好 你觉得得自己亲自来就多做点工作 所以叫可能影响没问题 C对了 即使上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注册会计师也无需专门对期出余额发表审计意见 刚刚我们讲过 在审计当中 一个审计报告只有一个审计意见 它是针对整套财务报表来发表审计意见的 它不针对单一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也不针对期出余额发表审计意见 它是一个整体意见 所以也无需专门对期出余额发表审计意见 对了 答案就是A C D这三个选项了 好 那我们这一节讲到这就要结束了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首先的期出余额这个部分 它的含义和审计目标主要强调的 就是我们在首次承接业务时 对期出余额的考虑 主要是为了考虑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的影响 那其中本节当中相对比较重要的 是审计程序当中对期出余额需要实施的审计程序 和对应的一个审计意见的影响 好 那审计程序当中考虑因素部分 各位同学适当关注客观题即可 对期出余额需要实施的审计程序 我们涉及到几个模块 首先是应当阅读的 我们应当阅读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如果有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 还要获取审计报告 这是我们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的三步是什么 那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期出余额 它是如何从上期截转到本期的 有没有恰当截转 第二呢是关于会计政策的选择运用 是否是恰当的 第三个呢就是实施一项或多项 其他的专门程序 这个专门程序中我们又讲到 考虑利用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底稿 在本期审计当中能不能对期出余额提供一定的证据 以及针对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的一个考虑 那我们能不能获取审计证据 我们获取的证据类型有哪些提示啊 这个实际上在考试中会更为灵活 有可能呢就会考到一些主关题的小问 需要你判断注册会计师 有没有获取充分适当证据这个内容 好审计结论和审计报告 这呢我们也讲到了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就是因为期出余额 我们导致审计受限的问题 审计受限就是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那如果说期出余额存在错报的情况 那这个存在错报呢 我们就应当告知管理层 如果经前任审计 就是提醒管理层告知前任 如果不能得到恰当处理 对于未更中错报 我们给的就是保留或否定意见 好第三种情况 就是关于会计政策选择运用上 那如果说他没有得到一贯运用 或者说针对变化没有恰当处理 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错报来对待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会给他保留或否定意见 第四种情况呢 就是前任他出了非无保留意见 对本期的影响 那你要看一看 说对本期是仍旧相关又重大 还是对本期既不相关也不重大 有些情况下前任审计受限 可能在本期呢就已经得以解决了 这种情况呢 可能不影响本期的审计意见 可以是无保留意见 如果是跟本期相关又重大 那我们就要考虑在本期仍旧是非无保留意见 对本期是有影响的 这样几种情况 所以这一节的重点啊 我们集中在审计程序和审计报告 这两个环节需要各位同学予以关注 这一章讲到这呢 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 也是我们风险应对的一个结束 因为我们在下一章开始 就要进入完成审计工作 出具审计报告内容的学习了 这一章在备考当中 往往啊 四节各有特色均有设计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对这四节内容呢 都要把握相应的重点内容 尤其关注会计估计和关联方的审计 这个内容的量来看 它可以单独的去考察各位同学简答题 所以像会计估计今年整个重编了 关联方也是近几年发生变动的 值得各位同学在这个部分上 对一些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的 审计程序的考虑 以及说可能对审计报告产生的影响 等一些考虑啊 是否是错报的判断 都要重点把握 好 那我们这一章内容呢 就给各位同学讲到这里了 谢谢